地理镇安通部落七陵的下边坡 因为常年受到了台风 豪雨的影响不断崩塌流失 危及到了居民的安全以及土地 族人抱怨经过多年的陈情 政府有关单位都没有积极作为 安通部落七陵西侧的下边坡 常年受到台风 豪雨地震的影响 土地发生不断摊放或流失 危及生命财产安全 居民抱怨并表示 经多年陈情政府有关单位 都没有积极作为 担心就是地震 最主要是地震 只怕是房子会下去 已经那么深了 尤其是地震 而且在花莲地区 在这几年市场地震 族人表示需整治的边坡 大约一百公尺 高度有六公尺 影响住户有六户 希望能够以钢股配合 蛇龙的工法施作 这次也看到了民众的担心 以及就是说需求 那我们即将接着下去 就是说要可能要比较积极去找 这个农田水利会 那因为土地是他们的 那如果那些泥土一直摊放下去 也会阻碍到他们的这个排水系统 那应该最好的方式就是 由农田水利会来执行这一个工程 农田水利会预理工作站则回应 同意配合相关单位施工 但因为工程选择将无法执行 但是还是请工所 以及有关单位进行 工所也表示 农田水利如果不能执行 将会争取工程经费失作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 请 请 感谢观看